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有菠菜公司 经过分析 昨晚第一场丹麦打平澳大利亚 第二场法国圣毕鲁 符合投注新手的预期 可见机构再有意收拢民心 造热世界杯 而法国队进一球之后的表现 不符合老手的预期 第三场阿根廷0-3负于克罗西亚 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造成有热有冷的局面 既收拢了民心 又收割了投注量巨大的老手 那么今晚的巴西到底会不会大热必死 中热不赢 巴西会赢 不用想了 想出现就不能败 平局也是可以接受的 汪姐都有一个平局大师 今年怎么可能没有 切记菠菜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将利益最大化是操盘手的唯一目标 巴西的强大毋庸置疑 正是菠菜公司用以操盘的工具 如何操盘 很简单 直接效放法国 可以带球进场 可以拼命刷小球 一旦进了两球就马上切菜 或者对着柱子往死里踹 更大的可能是对着柱子踹 以此来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进球 那么你菠菜公司可要记得我的功劳了 巴西的实力会让老手投入大量资金用来捆球 而开场进一球之后 可能会担心一球不稳 毕竟球是圆的 还需要第二球来稳定 而进二球的效果就是巴西受住两空前巨大 大家开始买巴西穿盘 毕竟巴西的后腰后防不是哥斯达里加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 初步预测进彩巴西二平复 亚韩哥斯达里加加1.75 波胆2-1除以1-1 大小球方面 这个可是小北的主打研究方向 每篇文章透露一点 你也能成为高手 昨天首先命中了第一场丹麦VS澳大利亚小球 后第二场法国VS秘鲁大球 预测错误 但是法国进一球之后 马上在评论区修改推荐 结果1-0小球稳稳打出 第三场由于大球也在我和别人的交流中稳稳命中 设计世界杯好多1-0 好多小球啊 很少有人拿着一项研究 今天小北就展示一下研究成果 据此图可以预测本届场均进球数2.4 那么现在场均多少了 不考虑自带东道主Buff的开幕战 法国VS秘鲁使得场均进球数低到谷底2.05 目前场均2.09 进入回升阶段 故本场大球打出 二次预测大球 比分2比1 两次预测结合 净采872平复 亚含哥斯达里加加1.75 大球 波胆2-1 如果您觉得小北的分析足够良心 请点一下文章右上角的关注 支持小北继续为大家无偿奉献 也方便以后查看小北的其他文章 小北再次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